现在我们组装的是佳能16-35EF的镜头 下面我们进行第一步组装 首先我们组装的是镜头前端的漏斗系统 OK开始 首先镜头需要把镜头本身上的两个周都先取下来 两手过去点开队 然后现在就是装第一个零件 现在装的是这一款零件 这一款零件的话 是内侧有一个僵硬的镜头形状一样的一个调位的地方 然后把一点进去朝上 这个卡位的地方放下 然后卡的时候 卡位之后可以旋转这个零件来找一个 这零件这里有一条白色转线 然后旋转它 以镜头镜头本身的一条整线 避擎 好 就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是上螺丝 上螺丝的时候要注意对角性来上 往下 转发 你 上天 好 上你这个圈去把它不会动 然后往前 现在上的下一步是上这个零件 上这个零件的时候 这个零件 这内壁有一个小白点 小白点 对应着上一个零件 上好的这个零件 也有一个小白点 然后两个白点对齐 找到螺丝桶位 对齐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OK 嗯 然后 然后用十个螺丝搭 用 M1.7乘以6的零件螺丝 有三个来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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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螺丝总共是要上三个桶位 每个桶位都是120个均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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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好螺丝后这一步完成 下一步是上漏斗 也就是制款零件 上制款漏斗的时候 把剂头放下 然后漏斗从上往下发 注意放的时候要放转 然后顺着时光的方向旋转漏斗 放平顺时针方向领紧 好 漏斗巡紧后 这一步就装配完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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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